富税发表报告指出 金碟国际00268 去年下半年收入按年增长16% 当中云端业务收入增长34% 增速与上半年相弱 期内模利率达到62.4% 超出该行预期 富税认为 期内金碟云仓穷和金碟云星汉发展 向好持续新增客户 在项目延期下 仍成为云端业务最大增长动力 认为市场对竞争家剧感到过度担忧 又指有关华为进入市场的消息影响不大 仍然维持公司2025年实现盈亏平衡的预测 富税指出 相信金碟投资主题未变 但金明两年仍然络得亏损可能成为从股的障碍 将目标价由20元上调至20.24元 维持买入评级 亦股国产软件板块昨日急涨 本港软件股也跟随秋升 金碟国际收市部13.86元 上升1.14元 升幅8.96% 成交额4.53亿元 同业金山远件 03888 继续做好 上升8.15% 收市部41.8元 上升3.15元 成交额14.7亿元 通知府